馬斯克和特朗普的採訪剛剛結束 特朗普在採訪中說 我不得不承認馬斯克 你正在生產令人驚嘆的產品 他們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 聊到了能源 聊到了電動汽車 特朗普更是表達了他對馬斯克的喜愛 這期視頻我將去分享他們到底聊了些什麼 我將去分析他們這些對話 對於未來電動汽車發展 對於特斯拉能源 人工智能將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部分我將分享Cassie Wood的最新采訪視頻 她將聊到一個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一個觀點 就是馬斯克的生態系統 馬斯克擁有很多家公司 而馬斯克擁有眾多這些公司的一個最大好處 就是他將會獲得所有人都難以匹敵的數據 而數據是未來這個時代最大的一個優勢 假設你對特斯拉未來發展存在質疑 那你應該看一看這一期的視頻 我是Cassie 我的頻道呢 立志於每周給你提供最新的特斯拉新聞與分析 那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特斯拉 歡迎關注我的頻道 特朗普呢在採訪中提到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擁有電動汽車 但我不得不承認 馬斯克你正在生產令人驚嘆的產品 特朗普呢還表示 我知道你馬斯克非常熱衷於人工智能 讓我驚訝的是人工智能需要消耗 現在整個美國生產能源量的兩倍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需要非常多額外的能源 去和中國的人工智能競爭 如果你認為人工智能是下一個時代的發展趨勢的話 就僅僅是人工智能的使用的電量 就會使現在所需要的電量 總體能源電量翻倍 所以特斯拉在能源存儲這個業務上 將會不斷的發展 馬斯克也一直表示 對於能源存儲的需求是無限的 只是看他們現在能夠製造這些電池的速度而已 馬斯克接著對能源的評論說 人們現在可能還是需要化石能源 但我們應該開始向可持續能源去轉型 因為這些化石能源 這些汽油終將會耗盡 而最近的100多年 人類已經釋放了過多的二氧化碳 到我們的自然環境中 如果二氧化碳的濃度達到了1000ppm 這就會讓人頭痛生病 當前的濃度已經到達了421ppm 馬斯克說如果我們能在50年到100年以內 成功的向可持續能源轉型 那問題就不會太大 這種轉型的速度越快越好 馬斯克接著說太陽能板將會是未來最主要的發電方式 為了利用這些能源 我們需要電池存儲設備 因為太陽不可能24小時照射 馬斯克此前表示 他認為未來特斯拉能源可能會是成為超越特斯拉電動汽車的業務 我們也在上一個季度財報中看到了特斯拉能源的飛速增長 在特斯拉2024年第二季度中 他們部署9.4幾瓦時的能源存儲設備 比第一季度4.1幾瓦時上升了132% 特斯拉在能源部署上 過去幾年每年大概都有兩到三倍的提升 在上一季度 他們的能源毛利潤達到了7.4億美元 而汽車毛利潤是27.81億美元 所以在上一季度中 汽車毛利潤大概是能源毛利潤的四倍 如果能源能夠一直保持每年兩到三倍的增長 那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 能源的毛利潤就將超過電動車的毛利潤 而馬斯克和特朗普的對話 也告訴我們未來對能源的需求 是將會無比的巨大 馬斯克就是在和特朗普的對話中表示 特斯拉正在全面朝著 直線整個社會 變成可持續能源社會的目標前進 馬斯克表示直線這個目標 並不代表你將會去失去舒適性 所以特斯拉正在確保每一輛特斯拉汽車 擁有最頂級的設計 舒適度 速度 也許你可能在今年看到了燃油汽車向電動汽車 轉型的放緩 但是未來電動汽車必將全面的頂替掉燃油汽車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相同性能下 隨著電動汽車技術的發展 電動汽車的價格已經開始低於燃油汽車的價格 從最新的數據看出 在中國已經有超過50% 接近60% 銷售的新能源汽車要比同性能的燃油車要更便宜 而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 特斯拉的放緩 但不代表他未來會一直這麼保持下去 但是在電動汽車的發展上 特斯拉也有相當多的值得我們期待的事情 即將在今年明年發生 不要忘了可能明年將發布的新款Model Y 還有明年將在新一代汽車生產平台上生產的 低於3萬美元的新車型 還有不斷正在規模化的Cybertrack Cybertrack的銷量在美國已經達到了電動卡車銷量的第一 那今年底我們可能還會看到規模化生產的Cyamitrack 明年還將會有超過1000個機器人走進特斯拉的工廠 2026年還將會開始發布給客戶 馬斯克相信明年無人出租車就會開始正式運行 所以最近感覺好像沒有特別多特斯拉正在發展的消息 但其實特斯拉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一系列的新產品的研發和生產 我認為針對最近波動的股價 我就想引用巴菲特的一段話 他就說一個公司就像一個房子 那麼天天呢有人在外面告訴你你的房子價值多少錢 但是呢那個房子終究還是那個房子 跟別人說出的價格無關 那不管股價是如何 特斯拉還是那個特斯拉 我們要關注的是特斯拉實質的發展與進步 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在人工智能在電動汽車領域在 能源在各個這些即將震撼世界改變世界領域都有如此快速的進步 如果你相信這些能夠在未來五年十年內取得成功 那麼你就不必太在意現在的股價 因為你知道未來的股價會達到兩千三千美元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放寬你的心情 在特斯拉賣向最有價值公司的路上呢 所有的造型都將會只是成為歷史的花絮而已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將一起看一下 Cathie Wood的最新採訪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n Tesla how much hatred spewed out 2018-2019 production hell, it's going bankrupt, you're idiots, you know and a lot of that was for click bait and we just didn't pay attention to it because we knew those people weren't doing the work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work they want to engage with us to understand why we think what we're thinking and like how did you even if they understand rights law there's something that's not connecting those are the people we really listen to 就像木头姐所说 特斯拉在2018年呢 经历了摩洛杉的生产地域 当时呢很多人都觉得 特斯拉将会破产 所以那时的恐慌呢 比现在其实还要多 特斯拉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公司 你真的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心脏 去拥有特斯拉支持股票 你要经得起它上下的波动 就像我一直告诉大家 其实投资最难的事情 就是能够长期的去持有 而不去动它 这要比很多人想象的难得多 特斯拉股价当时呢 也是一直是20美元左右 那现在已经有了10倍的提升 它也是经过了 相当长时间的一段震荡 其实和现在的情况 非常的相似 那个时候呢 是在电动汽车销售 成长的这一浪潮面前 那我们现在是在人工智能 在能源在下一代 特斯拉廉价车型 广泛开始销售的增长浪潮之前 SWU说呢 他们不会去关注 很多负面的噪音 因为那些人呢 他们只是为了去吸引头条 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 一项技术 方舟基金会去和那些专业人士 比如说大学老师 真正懂这样技术的人 去聊技术发展的问题 你认为特斯拉 那我们会会去哪里 如果是有这样的 特斯拉 你会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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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们经常 认为赛者 但我们知道 特斯拉的GNN 非常有趣的 这里提到特斯拉的DNA和传统车企有本质的不同 特斯拉虽然现在已经市值超过了其他车企的总和 但是特斯拉仍然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初创企业 它永远是在保持着一种创新的精神 传统车企因为几十年上百年的这种传统的旧的这种企业文化 它们更多的是去想保持它们的盈利 现在它们每一辆电动汽车都亏钱 它们是靠着燃油汽车去赚钱来维持它们的电动汽车 所以其实它们更希望燃油车销售能够多于电动汽车 同时在每家传统车型里面 它们都有燃油汽车的部门 其实对于它们电动汽车部门来说是一种阻碍 它们不能够像特斯拉像马斯克这样全面的 就是毫无保留釜底抽薪这样的去全面进攻电动汽车 所以我们看到它们很多都在减少电动汽车的销售 其实长期看这将是它们在破产它们自己 更不用说FSD的进展了 没有任何一家传统车型像特斯拉一样去建造巨大的算力工厂 没有任何一家传统车型正在研究自动驾驶 传统车型其实已经火烧眉毛了 但是它们仍然像温水煮情话它们仍然不知 穆守姐刚刚提到通过怀特定位 电动汽车的电池和它们的动力传动系统 当产量翻倍时它们的成本就会降低28% 我们在之前提到美国现在的销售只是20%的电动车 那未来它还会将翻四倍 所以未来电动汽车的价格还会大幅地下降 因为 when you cut prices in these new technologies units boom okay that's good for the economy but then there's another bad thing that happens if electric vehicle prices are going to continue falling let's say if Elon's right we will get a 20 to 25 thousand dollar car in the next year or so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prices of gas-powered vehicles right they can't cut prices that's a mature technology the cumulative doubling's not going to happen for a hundred years 木头姐刚刚提到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 燃油车的发展技术已经达到了饱和 并且它的产量将不会再进行翻倍 所以未来燃油车的价格可能非但不会下降 还有可能会上升 okay if NVIDIA is going to deserve this valuation if it's going to deserve 3 trillion dollars in market cap which is nearly 15% of the US economy but if it's going to deserve that then it must be serving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going to benefit enormously from it and so far you're not feeling you're not seeing huge upside surprises for that reason 冯多杰表示呢 你看到了英伟达股票的大幅上涨 因为人工智能对于英伟达芯片的需求 但是呢 你没有看到哪家人工智能公司 发生了如此大的上涨 那方如今此前呢 表示 其实早期呢 你会看到硬件供应商 股票大涨 而到了之后呢 就真正创造最多价值 股价上涨最多的呢 其实是运用这些硬件的软件公司 就如同早期像英特尔 像斯科 他们提供硬件 他们在电脑出现的早期时刻呢 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呢 到了后面像微软的出现 真正的在这些硬件上 去开发软件之后呢 他们的股价才在后面呢 进行了最大的升值 而特斯拉呢 现在呢 正在进行的是最大的人工智能项目 我们也看到他正在疯狂的去 购买英伟达芯片 当然也在开发他们自己的芯片 那未来呢 当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成熟之后 当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成熟之后 就像现在的微软 超越当时的英特尔一样 软件呢 会因为它的高毛利率 实现的比硬件供应商 更多的盈利 也呢 将会达到更大的市场的估值 So many people do ask that question Well isn't he distracted by all of these companies He is the maestro He is the maestro of what we're calling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and amo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we're researching 穆托街表示呢 很多人觉得马斯克被恩兴了 因为他同时拥有那么多公司 但其实呢 这正是马斯克的一个巨大优势 因为马斯克理解 数据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东西 那他通过所有这些公司 召集到各种各样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呢 将来可能就会为他的人工智能 去进行训练 He understands That the key to the new world Is data Big data And so he's generating data Out of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nd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places Neuralink In the healthcare arena They're generating all kinds of data About the brain What are neural networks in AI They're patterned after the brain So you know He's got that data He's got all the real world driving data From Tesla You know The five million robots Roaming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sending data back every day On the corner cases You look at X That might be some of the most valuable data Out there And Boring Has transportation data So he's getting data From all over the place And And of course X XAI now Would be Another place That he's seeking To generate data So He understands That the winner The winners in the new world Are going to have The best data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ata The most reliable data In the world We know 现在特斯拉汽车呢 在路面收集 各种的路面信息 戴尔马斯克呢 最近在Lex的一期采访中表示 其实机器人才是 最大的数据收集的方式 那汽车呢 是在路面行驶 而机器人呢 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行驶 然后斯克说 人类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信息收集生物 就比如说我们去倒一杯水 其实收集到的数据是非常少的 我们记录下来的数据是非常少的 而特斯拉的机器人呢 他每一个动作 他都能够获取这个世界的实时的数据 然后X平台呢 相比其他平台呢 最大优势就会能收集到实时的数据 虽然呢 其他公司不停地去下载X平台上的信息 但是他们很难做是及时的去下载X信息 那这也将会是未来这个马斯克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巨大优势 未来特斯拉汽车很有可能和马斯克这些其他生态系统里面的公司去合作 比如说呢 这个马斯克新建立的XAI公司可以去去利用 Veter上面的数据去更好的训练他们的语言模型 Groke 然后呢 特斯拉汽车可以去利用Groke呢 去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帮助他们的自动驾驶呢 进行一个更好的角色 马斯克的火箭公司呢 也其实正在帮助特斯拉的跑车去建造他这个跑车的推进器 明年呢 特斯拉跑车上市呢 将会去实现0到96公里在一秒钟以下的加速速度 还比如呢 XAI公司呢 最近在去建立他们全球最大的这个算力工厂 那特斯拉呢 也从XAI去建立他们工厂这个经验中受益 去帮助特斯拉自己去建造这个巨大的算力工厂 因为算力工厂呢 将这个英伟达超过10万个H100H200芯片 去让他们运行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而并不是只是像我们简简单单去把这些芯片插入我们的电脑 这么简单的事情 特斯拉在马斯克这个巨大的商业生态的这个帮助下呢 其实正在完成很多很多其他公司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也是特斯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马斯克现在在做的事情呢 是任何一家其他汽车车体是没有在做的事情 所以总结来说呢 从特朗普和马斯克采访中呢 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对于马斯克的喜爱 然后也看到了其实特朗普是愿意接受电动车的 政府将来对于特斯拉的宣传 相比拜登政府啊 对特斯拉的只字不提 然后凯瑟屋呢 再次向我们讲解了特斯拉的最大优势 比如说就是它的数据 马斯克的整个生态系统呢 都将会为特斯拉呢 建造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护城河 所以呢 虽然呢 特斯拉最近股价 好像不太行 又开始在200美元震荡 但其实我们看到了特斯拉诸多非常令人激动的未来 它的一系列新车型 它的能源 它的人工智能 它的自动驾驶 它的机器人 所以呢 现在呢 其实就真正的只是在山脚下 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你们也可以关注我这个推特AX的账户 我会更快的去更新这个特斯拉的信息 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会更加深入的对特斯拉股票进行分析 好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